张爱玲心惊,这场妇女激恋中没有赢家,谁也没得到爱情 我说,我并不能确定喜不喜欢张爱玲的小说,只是买了全套来研究研究 读到心惊时,心里一阵难受,只想吐,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看一部小说,能产生这么严重的生理反应,还是第一次 这部小说,在张爱玲的所有作品里,算不上很有名气 取材却大胆,你若独了,保准你一辈子也忘不了 故事讲的是一个看似完美,幸福和谐的一家三口 却发生了一桩让人意想不到,痛苦到快窒息的故事 徐小韩20岁生日开派对,邀请了要好的同学朋友来家里参加活动 他表现得相当愉快,活跃,甚至可以说夸张 父亲许峰仪一回家,他立即就走到他身边去 用近似娇称又带点责备的语气说 你瞧你,连外衣都汗潮了,也不知道你怎么忙来着 语气像极了女朋友心疼男朋友 再接着又郑重其事地挽着父亲的胳膊 向大家介绍,这是他的父亲 免得再次被人误会为是他的男朋友 因为上一次父女俩一起去看电影,就被人误以为是情侣 这一次,借着生日派对的机会,有一项大家挑明关系 他们是父女,而非情侣 我们说,越心虚什么,就越想解释什么 这一点,在徐小韩身上得到验证 派对一结束,小韩就跟父亲腻歪在一起 举止特别亲密 若不是小韩偶然从断灵青嘴里得知龚海莉喜欢她 小韩和父亲年年糊糊的关系,还不一定断得了 爱情从来都是,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小韩利用龚海莉的爱,意图挑起许峰怡的醋意 以达到更爱她,离不开她的目的 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 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会说,她为什么不结婚 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 谁都会这么想,或许有一天你都会这么想 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你记得这一切 然而,小韩高估了这段原本就不该发生的爱情 这一用力过猛的表白 显然不仅没有成功挑起许峰怡的醋意 反而让她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不能继续这么坑海和当个女儿 毕竟,她已经20岁了 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 峰怡道,我但凡有点人心,我怎么能快乐呢 我眼看着你白耽搁了自己 你牺牲了自己,与我又有什么好处 在这场激烈中,一个想抽身 一个却想越陷越深 造着越来越荒诞的梦 于是,矛盾就这么激化了 许峰怡要分手,打算带着许太太离开家 去别的地方躲避小韩 可小韩也要跟着去 为了彻底让小韩死心 许峰怡拿出杀手锏 跟长得七八分向小韩的女孩段灵青谈起了恋爱 这彻底刺激了小韩 让她发了疯 将所有的怒火与悲愤都发泄到母亲的身上 许太太才彻底愿意相信 原来自己的女儿一直生爱着自己的丈夫 为了救女儿 许太太终于做出了人生最给力的一个举动 将她送到三舅妈家去住几个月 静静心,冷静冷静 也在此时,小韩才第一次发觉 自己的母亲对自己的爱 这么深,对自己的包容这么宽厚 故事也就到这里结束了 读完,心痛难受 畸形的妇女之爱到底存不存在 答案是肯定的 在这种特殊的关系中 人的情感是复杂的 但通常都无法真正长久 为什么?因为就像许峰怡说的 但凡有点人心,都无法快乐 男的会越来越自责 越来越恐惧 担心受到道德的谴责 而女的则越来越大胆 越来越放肆 总想突破道德的底线 为了爱情,飞蛾扑火 当然,到头来,一切都会成空 这场三角关系中 没有赢家 谁都没有真正得到爱情 许小韩脱离了正常成长的轨迹 一身伤痕 她快乐吗? 也许吧 至少表面上装出来的快乐是有的 人人都觉得她天真纯洁可爱 深爱她的公海利 认为她是自己所遇见的 最天真最纯洁的女孩 母亲一直把她当单纯可爱的孩子看待 哪怕已经20岁了 在那个旧时代 显然已经是随时可以结婚的淑女 然而事实上呢 她真的快乐吗? 只有许峰怡最懂她 不过是故意搅柔作作 不愿长大 一长大 就要跟她生疏了 她从七八年前开始 也就是十二三岁 信义时萌芽的阶段 就开始对父亲萌生了 萌萌龙龙的好感 然而 做父亲的 并没有及时地规避这种事情发生 母亲也只当她是孩子 没放在心上 有时怀疑 但又担心是自己小心眼 就这样 许小韩脱离了正常成长的轨迹 原本长相漂亮的她 从不乏追求者 但这些追求者 都在小韩的手里来一个 丢一个 直到二十岁生日 同学的玩笑 母亲的敲打 父亲的友谊退缩和故意出轨 才让她意识到 自己承受了她这个年龄 本不该有的伤痛 她带着满心的伤痛 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她和父亲不可能有结果 只能断 许峰怡 懦弱 自私 缺乏担当 害苦了女儿一生 与其指责小韩挑起这段关系 不如说许峰怡才是罪该万死 负主要责任的人 书中模糊地描写道 峰怡 我不怪你 我谁也不怪 只怪我自己太糊涂了 小韩道 听你这口气 仿佛你只愿自己上了我的当时的 仿佛我有意和母亲过不去 离间了你们的爱 我们常说儿大必母 女大必父 做父母的 就应该清楚地意识到 儿女长大了 到了青春期 会萌生欲望 作为父母 应该有意识地建立男女差别 而不是一味地宠溺 宠爱 错误地认为 孩子永远都是小孩 不会长大 不会成熟 爱 需要有分寸 如果当初许峰怡没有那么懦弱 自私 缺乏担当 又怎么会害苦了女儿的一生 她不爱许太太 精神上和她没有共鸣 但婚姻的不幸福 不该从女儿身上获取 更不该在女儿身上获得精神的安慰 这就是拎不清 自私 懦弱 缺乏担当 这种行为 比出轨都要可恨可憎 伤害的不仅仅是夫妻间的感情 也伤害了小韩与母亲之间的亲情 这让小韩成了罪人 许峰一递刀 她成了刽子手 她犯了罪 她将她父母之间的爱情 慢吞吞地杀死了 一块一块割碎了爱的灵池 许太太 隐忍 包容 最苦的工具人 在这场不伦恋中 许太太成了隐形的工具人 她原本也爱热闹 但渐渐地就退出了众人的视线 站在角落里 静静地看着女儿成为全家的主角 看着她和丈夫腻歪 尽管有过怀疑 就算看到他们举止亲密 脸上也只是微笑 仿佛不去揭开这段关系的神秘面纱 她就不存在一样 是人皆醉我独醒 才是最痛苦的 与其这样 何不倒过来 是人皆醒 我独醉 这样 不就麻木了 不就感觉不到痛了吗 只要自己不去相信 不去揭开 只要自己足够包容 足够隐忍 这个家表面上还是幸福完整的 至少女儿是快乐的 许太太道 一家有一家的男处 我要是向你们新派人脾气 跟她来一个定头碰铁头 只怕你早就没有这个家了 她的身上 有着传统女性的美德 隐忍 大度 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家 并不像外人看起来的这么美满 也不是不知道 丈夫和女儿之间 有着不同常人的关系 但这些 她都不愿去主动揭开窗巴 静静地看着他们发酵 一个人忍受了比丈夫出轨 还煎熬的痛苦 至少 对于她来讲 丈夫出轨 仅仅是伤害了他们的夫妻感情 并没有伤害到母女之间的亲情 不至于受伤到这个程度 不信 你看看她对待许风仪出轨的反应 许太太道 不让他们去 又怎么样 你爸爸不爱我 又不能够爱你留得住她的人 留不住她的心 她爱灵青 她眼见的就要四十了 人活在世上 不过短短的几年 爱 也不过短短的几年 由他们去罢 我吗 我一向就是不要紧的人 现在也还是不要紧 要紧的倒是你你年纪轻着呢 许太太 始终最爱的还是女儿 在女儿最痛苦走向深渊的时候 用力拉了一把 让她上岸 让她获得重生 母爱 终究最伟大 总结一下 在这场不轮之恋中 从来就没有所谓的赢家和输家 段灵青就获得了许峰怡的真爱吗 未必 婚外情中的人 不过是各取所需 一个图钱 一个图色 在小韩身上不能得到的 都从段灵青身上获取 龚海利最终没和小韩结婚 就输了吗 不 反而是救了她 与不爱的人结婚 不仅是害了对方 最终也害了自己 通篇而论 反而活得最通透的人 恰恰是许太太 一个看似懦弱无能的人 反而是拥有大智慧的人 是因为她太爱她的亲人 不忍心去伤害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